分享画面给各位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我的这一个部分吧 我先把它分享给各位 各位注意看 基本上的一个基本的用法 我希望各位先了解到 所谓的静语 既然讲到就顺便跟各位讲一讲 让各位了解到 日文静语的运用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用法 我希望让各位慢慢的去体会 跟理解 日文的静语 除了我们一般讲 它大概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叫做 曾静语 第二类叫做 天讯语 第三类就是 天明语 这三种 希望各位都要了解 那 偶有的静语 从现在开始 各位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 它有这三种形态 跟上次我跟各位讲的 你们在记 日文的 动词 还没有 助词的使用 你就必须要知道 助词有这四种形态 也就是上次我们讲的 革助词 副助词 接续助词 中助词 我们新学习的东西 我都希望各位 要慢慢习惯把它记起来 以往 我不会去要求学生去背这些东西 但是 我发现到 还是必须 不断的去重复它 慢慢的 让学生把这些东西全部记住 当你记住这些 基本的 架构以后 以后你就 慢慢的 就可以熟练 就跟我们记 动词变化 动词的种类总共有五种 五段 上一段 下一段 咔变 杀变 讲多了 讲久了 自然而然 你就记住了 我并不希望各位去十倍 但是 我仍旧希望各位 一定要去 所谓的接受它 所谓的接受 就是 我们必须 了解到 我们在讲的内容 这些基本概念 所以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 什么是敬语 敬语就是 两个 对话的人 相互之间表示 是尊敬的态度 而 日文的敬语 它就分为以下这三类 一个叫尊敬语 一个叫谦逊语 一个叫丁宁语 而丁宁语 其实是 三个敬语里面 最简单的 它只有两个字 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MAS 所以 各位一定要记得 这个 只是 一般的敬语 而已 一定要记住 这样的 LESMAS 只是 一般的敬语 一定要记住 那就是说 我用LESMAS 形 只是在表示 我 不会失礼 我不管再怎么用 不管对长辈 对晚辈 对平辈 我都不会 有所失礼 那就是 基本的礼貌而已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一般 初级日文的 初级日文 我们 都是用LESMAS 形来学习 原因就在这边 这样 才不会 漏掉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在整个 学习的历程里面 当你一开始 就学会了LESMAS 那基本上 你在讲话的过程里面 就不会 有失礼的疑虑 所以 在使用上面 这个是最安全 最基本的用法 我也希望 先让各位了解 它的 差异性在 哪里 当你了解到这个 基本的概念就有了 剩下尊敬于 你只要记住 尊敬于这样的 对别人表示尊敬 所以 用在 别人身上 你只要记住 只要是尊敬于出来 就代表 足以一定是别人 绝对不会是你 相对的 谦逊于 一定用在自己 这个是必然 也就是说 尊敬于 你用的时候 就代表你把别人捧高 虽然你 站在原地不动 但是你这句话 已经把别人的位置 提高到你的头上 相对的 谦逊于是用在自己 只要你用出谦逊于 就代表你把自己贬低 虽然对方不动 你已经把自己贬低 你贬低了 相对 别人就站在你的上面 这个就是尊敬于跟谦逊于 最大的不同 而我们必须要记住 尊敬于谦逊于的 用法上 以及丁宁于在用法上 有什么 大的不同 各位要记得 丁宁于的类似 基本上一定用在名词 行动词跟行动动词身上 相对的 Must只会用在动词身上 所以当我们不管看到 Must 甚至于 甚至于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 包括变化在内 也就是 This变成 List 变成 Devaありません 变成 Devaありません List 以及Must 变成Must Must Must List 全部都归为 丁宁于 这些丁宁于 刚刚我们讲过 它只是 代表 一般的 禁于 不要忘了 那什么叫做尊敬于跟谦逊于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尊敬于跟谦逊于 我们在记的过程里面 要分为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你在记的时候 要先记15个 不规则变化 什么叫做15个不规则变化 这个一定要背 这没有办法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叫给 这15个字 优先考虑 这15个字 我们在 课文里面 文法书里面 讲到 尊敬于的部分 我全部 都有提到 在我的 文法书里面 通通有讲到 这个 我待会再教各位怎么记 就好了 第二个重点 就在于 规则 规则的变化 而这规则的变化 只有一个规则而已 这个规则也一定要记 所有日文的 尽于 15个不规则 记住以后 这15个不规则以外的字 15个不规则以外的字 全部套用规则的变化 这个就是公式 公式一定要记 他就是怎么样 先加一个go 然后后面加 mas 形 mas 形 把mas 去以掉 也就是 五段动词用第二变化 上下段动词去ro 这样的结构 等于名词化的概念 他名词化概念之后后面加 go 或go 我们讲过 欧加训读 五加音读 所以 他加mas 形之后 后面再加 kutasai 或者 ni naru 这样的句型 就全部变成了尊敬语 这个要记住 好 相对的 这个就是 尊敬余的公式 相对的 相对的 如果我后面 加的是 加的是 les 或者 する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 千训语 这个一定要记 这个就是我讲的公式 也就是 也就是各位要记 我们这样运用的时候 我只要掌握住这两个公式 除了15个不规则的变化之外 所有的我全部套入这个公式 就代表最近余 这个一定要记住 好 这个最近余 全部都要记住 然后 第三个变化 所谓的 这个 绿 O O MAS 形 再加下面这两种不同的结构 我们怎么样去记它 各位只要记住 Ninaru 或Kudasai 全部用在别人 那你就知道它代表尊敬 这个也就是告诉各位 别人变 我做 是做 Ninaru 是变 所以 别人变 我做 你就这样记 就很好记了 我待会再举例给各位看 你就知道 这几个字的重要性 它在 转换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知道 可以怎么样 记它 然后 最后一个就是 五段动词 五段动词 用第一变化 加 Leru 上下段 动词 去Leru 加Leru 这样 也可以 拿来当作什么使用 就是尊敬于 也是代表尊敬 我们在学动词 我们在学动词变化的时候讲过 被动词 可以拿来表示尊敬 可能自发以及被动 所以这边就派上用场 也就是告诉各位 各位一定要记得 如果说 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些很好记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第一个顺序就是15个不规则的 第二个就是公式 规则变化的公式 第三个就是尊敬于等于什么 被动式 这个一定要记住就是雷鲁的用法 这三个规则记住了 以后你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只要看字尾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 有哪些基本的原则 我第一个记住15个不规则 再来MAS型的用法 这个是最关键的部分 MAS型的用法加上 ください跟になる 以及less跟する 这个是15个不规则里面 没有的全部归为这种模式 来记忆就可以了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你就懂 比较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然后同样是 你稍后 这个用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提ください的句型 这边用的是 加上ください的句型 前面用第二变化 前面用第二变化 对不对 同学看到 ください的前面这个字 お待ち 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 请稍后的意思 对不对 这边是 待ってください 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 我加 マス型 待ち 加上 ください 就是这样 来的 所以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我问同学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是 敬语的哪一种 尊敬语 谦逊语 还是 叮咛语 这个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同学告诉我 你觉得 是尊敬语 谦逊语 还是 叮咛语 这三种的 哪一种 就跟我们 上个礼拜 学 助词一样 我们要开始 慢慢 自己要练习 会判断 你会判断 以后 你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 你看 这一个 应该是 哪一个才对 丁领语 对 这个就是 丁领语 你说老师 当然没有 クマス 没有 です 各位不要忘了 ください 本来是 クダサル 对不对 他变成 第二变化 后面 省略了 マス 是这样 所以 这个 只是 丁领语 这个 我问各位 它是什么语 一样 尊敬语 对 为什么 它是 尊敬 它是 欧加动词 第二变化 加 所以 欧加 有没有 欧加 第二变化 加 是尊敬语 没有错 这个就是 帮助各位 判断 我们 我们 我们会这样 判断 以后 所有的 禁题 就解决 好 这个禁题 解决 以后 你就知道 15个 不规则 我只要把 那15个 不规则 背起来 就全部 解决了 所有的 禁语的用法 只要15个 规则 没有的 我全部把它 归为 公式 放进去就好了 那 这个多半都是 考试的时候 才会用 没有的话 你就直接 用什么 公式就好 尊敬语 你就用 我 mashing 加 ください 或 になる 就可以 了解了 这个 规则 希望 各位记住 好 比如说 我 よみ になる 或者是 我直接用 禁语 およみになり よみます になります 还有 お のみ します 各位看 この 本を およみ になります この 本を およみ します 好 同学看 这个 两个 都有 加 O OK 什么 是可以 大一点吗 可以 好 请等一下 我把这个 先画 好 不好意思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再大一点 点吗 可以 这样 OK 好 谢谢 老师 同学看 这两个 例子 这个就是 同样都是 读这本书 谁读的问题 对不对 我问同学 这个是尊敬语 还是 谦逊语 尊敬语 尊敬 所以是 尊敬 别人变 相对的 尊敬语 是什么 谦逊语 这个就是 谦逊语 所以 我们看到 尊敬语 跟谦逊语 你会判断 就知道 前面这句话 是谁读 告诉我 谁读 上面那句 是别人读 下面这句 是我读 是的 所以 也就是说 比如 我退休了 我到幼儿园 或是图书馆 当志工 好 今天早上 我想说 好 我选着没事 我来读本书 给小朋友听 我就跟园长说 我就跟园长说 这本书 让我来读吧 客气的讲法 この本をお読みします 然后 我这样讲 园长就说 好啊 那就麻烦你了 然后他就跟小朋友讲说 この本を 某某人 お読みになりますよ 这本书 我就请 这位 先生 或太太 来帮 各位读 读给 各位听 就是 この本を お読みになります 这样知道吗 一个 这个是 我在表示客气的时候用 那 园长在帮我做介绍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用尊敬于来说 这个就是相对的立场的用法 这样可以了解了吧 你 哪里 mas cmas 这个很好记 你马上就可以记起来 这个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为止 静余的部分 基本观念先计 我待会再教各位 怎么背这15个不规则 不要硬背 你背不起来的 硬背 保证你背不起来 然后又会忘掉 这边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先问 因为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环节 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我希望各位 慢慢体会 慢慢把它记起来 就够了 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 没有 都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最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讲 15个不规则的公式 你要记这15个不规则的公式的时候 为什么我刚跟各位讲 不要硬背 原因就在这边 各位要记得 我们 你要记尊敬与 跟谦逊与 例外的部分 一定要先怎么样 先知道 有几个重要的字 也就是 我们前面讲过的 受受动词 你要先记受受动词 为什么要先记受受动词 受受动词 有三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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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是 对不对 这三个关键词 你要先记住才可以 那个就是我给你你给我 我还有我得 我问各位 Korelu是谁给谁 别人给我 别人给我 所以他的 分进行 Korelu是别人给我是 平辈长辈晚辈给我 哪一个 平辈跟晚辈 对 平辈跟晚辈是Korelu 别人给我 这一定要记住 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他是平辈 晚辈 这个一定要记住 然后长辈给我是什么 Kudasaru 所以是Kudasaru 好 再来 Korelu 谁给谁 从别人那里得到 对 一样 我从别人那边得到 是谁跟谁 平辈跟晚辈 一样 平辈跟晚辈 合到 所以 所以 某老的 长辈 我从长辈那边 拿到是什么 Idadaku Idadaku 所以 你只要这样记就变得很简单的 然后 阿雷鲁是谁给谁 我给平辈 对 我给平辈 这只有平辈而已 所以晚辈不用去管他 不重要 而是我给长辈的时候用什么 差し上げる 差し上げる 好 各位要记住 这里面关键字是这三个 后面这三个才是重要的关键字 前面都不重要 前面只是帮助记忆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说 我问各位 kuda saru 既然是 别人给我 表示动作者是谁 别人 所以这是尊敬于 还谦逊于 尊敬于 对 很好 这个就是尊敬于 那我再问各位 morao是 谁给谁 还是别人给我 morao是谁给谁 我从别人那边拿到 我从别人那边拿到 谁是动作者 我 我是动作者 所以应该是尊敬于 还是谦逊于 谦逊于 所以我希望同学要了解这个基本的观念 为什么我一直要同学去记住这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日文里面谁做这个动作非常的关键 一样的道理 agiru跟sasi agiru是谁给谁 我给平达 我给平辈跟长辈 所以我做的动作 所以是尊敬于 还谦逊于 谦逊于 谦逊于 所以当你会判断的时候 我们就连带了就可以把这个敬于也都记住 所以关键字在这三个字 为什么这两个是谦逊 因为动作者是谁 我 完全看动作者 这个一定要会判断 你不会判断你对于 保证你弄不懂 百分之一百不懂 所以你说你怎么记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各位去了解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忽略掉 受受动词的重要性 受受动词除了我给你 你给我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是在哪里 就是敬于的部分 而他的敬于 就会运用到哪里 也就是 职场的用语 而这些职场的用语 最关键就是牵涉到N2N1 这个地方就是你将来要去日本工作 或者是你要考检定考试N2N1的时候 这个部分你没有弄懂 绝对不行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当我们了解他的重要性之后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全部破解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的关键字的记忆法 所以你先把这边记住 是不是你已经记住三个例外的所谓的尊敬语跟谦虚语 对不对 这边三个字很好记 另外第二个重点就是Mars形的变化 例外的部分 什么叫做Mars形变化的例外 我们那时候在学动词变化 我有跟各位讲过 日文的Mars形 有五个例外的字 全部要背 第一个 V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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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V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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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かさる 搬魚 스를 捏かさる 搬魚 クレル 捕さる 搬魚 iyiú 最后一個 igraśiaru 搬魚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Mass型的变化 这样一起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变得很容易 这三个例外都是什么 如直接变成 E加Mass的巨购 这是不规则的变化 要特别特别注意 是在这边 所以本来这个都是五段动词 应该全部变成 E加Mass 但是 在一个地方 只有 这五个字 全部变成 E加Mass 所以 GoZaru才会变成 GoZaiMass Nasaru才会变成 NasaiMass Kudasaru才会变成 KudasaiMass Osharu才会变成 OshaiMass 最后一个 Irasharu才会变成 IrashaiMass 所以我们去日本料理店 经常会听到 Irashai 就是这样来的 Irashai就是Kudu 你来了 欢迎你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你也不用急 也不用紧张 你只要掌握住 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了解到 它的用法 所以这五个字 也全部要记 那为什么我要把后面这几个字 顺便写出来 就代表前面这个字 就是后面刮符内的什么 禁语 这些禁语 这些禁语 全部都是不规则 所以GoZaru 就等于这里面 你只要记住 只有GoZaru是什么 谦逊语 禁语的全部都是尊敬语 全部要记 你一句一个字都不能用 同样的道理 这个也是尊敬语 所以同学就可以知道 这个也是尊敬语 全部都是 所以当你了解这样的运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这个是谦逊语之外 其他的全部尊敬语 所以你也不用全部背 你只要记住 GoZaru是谦逊语 其他的四个字 全部都是尊敬语 尊敬语表示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定义了 就代表 他是用在别人身上 老师说 老师说什么 老师做什么 老师给我什么 老师去哪里 来哪里 在哪里 我全部用 NASARU KUDASARU O SHARU 跟IRA SHARU 就这么简单 了解吗 这边又五个字了 这里面只有 ARU 这个字 等于 GOZARU 关键是在这边而已 这个部分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 请说吧 这一定要记起来 这五个字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听懂哦 可以 好 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就讲下面 各位看 这边三个字 这边五个字 我刚刚讲过 全部有十五个字 那十五个字里面 不规则十五个字 因为它里面包含尊敬语 跟千讯语 所以要乘语二 对不对 它要乘语二 才代表什么样 三十个 包含尊敬语 跟千讯语 在内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是希望各位要了解 好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讲过 KUDASARU 已经三个字了 然后这边五个字 总共八个字 但是有一个KUDASARU 重复 所以KUDASARU 就少一个 实际几个字 七个字 三十个字 三十个字里面 我们已经有七个字 不用背 那就是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要从这边来记 原因就在 它的特殊性 我了解了 它的特殊性之后 我当然就可以告诉自己 这七个字 我基本上不用背 我只要背 剩下的 三十个字 扣其 只有二十三个字 再怎么样辛苦 我都要把二十三个字 全部背起来 所以各位看 我把那个 背图给各位看 好 我这边就是 平行动词 这个就是 天讯于 这个就是 尊敬于 好 各位记得 我们这样运用的时候 我就知道 为什么这几个字 一定要记 好 我再复制 三 四 五 六 一 以上 好 这边 我刚刚讲过 这一个表格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 总共 十五个字 所以 我们在记这个的时候 各位要先 把原形先 列出来 注意看 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 这十五个字 都是日常生活里面 经常出现的字 比如说 一股 来跟去 第二个字 一路 油 在的意思 第三个字 阿路 跟 这个 油 跟 赤 的意思 带来 吃 再来 睡觉 念 再来 做 当然 只要 杀辨动词 全部都可以套用 再来 就是瘦瘦动词 触れる 再来 再来 我们刚刚讲过的三个字 之后就是 碰面 再来 问 跟什么 带访 带来 说话 语物 对后 要 不知道 好 还有一个字 总共十五个字 我只要 全部 把它 紧贴在这边 这个就是 改成 している 定形式 这个就是 全部 总共十五个字 这十五个字 加上 谦逊 尊敬 总共 三十个音 三十个 变化 规则 怎么样 背 我告诉 我告诉各位 套用刚刚 那个公式 第一个 我先记 瘦瘦动词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 我就先把这三个套进去 对不对 好 我问各位 刚刚讲过 Kurelu是谁给谁 所以告诉我 Kurelu是谁给谁 别人给我 别人给我 所以 他是 尊敬于 还 先讯于 尊敬于 尊敬于 所以就在 尊敬 这个 Kurelu 变成了什么 Kudasaru 这先背 第二个 Agerlu是谁给谁 告诉我 我给别人 我给别人 所以是尊敬于 还谦逊于 谦逊于 谦逊于 所以他这边就是 Sashi Agerlu 对不对 好 再来 Morau Morau是谁给谁 给我 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就变Kurelu 要讲 我从别人那边得到 动作者是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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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别人那边拿到 我 我拿到 主语是我 所以Morau 是尊敬于 还谦逊于 谦逊 谦逊 所以就是 Ida Dagu 这个字其实很好记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 我跟各位讲过 Itadaku 就是日文里面的 Itadakimasu 不是吗 Itadakimasu 都是 我们在什么场合会讲的 就是吃饭的时候 所以吃饭的时候 谁吃 我吃 我吃嘛 我在讲 Itadakimasu 意思就是我要开动了 这表示客气 表示对老天爷上帝表示 是感谢上帝赐我丰盛的一餐 这个就叫做 Itadakimasu 就从这边来的 好 现在问题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 Kurelu既然是尊敬于 他就不会有什么 谦逊于 他绝对不会有 谦逊于 为什么不会有 他只能用在哪里 用在 别人的身上 不能用在 我的身上 同样的 Ageru是 谦逊于 所以 他也只能用在 谦逊于 而不能用在 尊敬于 尊敬于 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单字 所以Itadakimasu 也是一样 他也不会有单字 所以 这两个 没有 尊敬于的 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讲的 没有没有没有 实际上 我已经记住几个字 15个字 里面的六个字 30个字 里面的六个字 我已经记住了 最基本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 比较好 我按照 受受动词 先记 第二个 我接着 记 Mars 行 例外 Go Zaru Nasaru Kudasaru Osharu Irasaru 所以 我们刚刚讲过 Aru 的 谦逊于是 GoZaru 所以 我就先把它 添进去 Aru 他的 谦逊于 就是 GoZaru 同样的道理 这是 谦逊于吗 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四个字 一个一个来 Nasaru 等于 Suru 这是 尊敬于 所以 我要把它 摆在哪里 Nasaru Suru Suru 有没有 Nasaru 就是 尊敬于 所以 Nasaru 我可以跟你讲 对你表示 尊敬 我说 Nani wo Nasayimasu ka 你在做什么呢 也就是告诉各位 Nani wo Shimasu ka 不就是一样吗 了解了吧 所以 我们叫做 Nasaru 就叫做 Shimasu 就这样 所以 我们在整个 记忆的过程里面 我必须把 这些规则 先记住 所以 你把它 这样记 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它变得 好记 很多 所以 当你这样 记住 以后 你就不会 出问题了 所以 不要 十倍的 原因 就在 这边 好 各位 再看 贴着 する 同样的 第三个 同样的 第三个 刚刚 已经用了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欧 尊敬于 等于 尊敬于 都是尊敬于 好 尊敬于 刚刚有 尊敬于 所以 它是尊敬于 是 欧 尊敬于 就解决了 最后一个 尊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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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三个字 一句 跟 一句 跟 你看 一句 的 尊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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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解决了 还有 尊敬于 尊敬于 解决了 我们在 记 单字 的 过程 里面 我们就 已经 先 看到 这些字 这样 几个字 就出来了 你有没有 算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已经 十一了 我刚 跟各位 讲过 后面 要记 的 总共 三十个字 我现在 已经 解决掉 十一个字 剩下 十九个字 就 慢慢 解决 可以吗 到这边 为止 有没有 问题 我希望 各位 记住 那个 顺序 跟 方法 我怎么样 去背 他 什么地方 该背 什么地方 不该背 我只 要用 这个 原则 去 推敲 我就 可以 解决 好 我顺便 跟各位 讲 五十六 这个字 也 没有 所谓 的 尊敬 所以 我们 刚刚 讲 五十六 这个字 只有 谦逊 语 而已 所以 当 我了解 到 这边 我又 多一个 字 已经 十二 个字 就 解决了 好 再来 里面 还有 两个 这边 已经 四个字 没有了 各位 还有 两个字 一定要 记住 阿武 一样 跟 Kiku 这两个字 也不会 有尊敬语 为什么 我待会 讲给你听 这两个 为什么 也不会 有尊敬语 是因为 怎么样 碰面 我不能 跟老师 说 老师 我们到 台北火车站 前面 碰面 不行 你也不能 讲说 老师 你可以来 拜托我 你来 问我 不行 知道吗 你不能 对 长辈 讲说 你来 跟我 见面 你来 问我 你来 拜托我 不行 了解 这两个 也不会 有尊敬语 只会 有 谦逊语 我们 先把 例外的 没有的 删掉 还有 睡觉 也是 一样 你不能 讲 说 我要 去 睡觉了 而是要 讲的是 你 请 你 就 请 所以 这个 不会 有 谦逊语 所以 我们从这边 就可以知道 谦逊语 有两个 尊敬 有五个 没有 所以 各位 再算一次 一二三四 五 六七八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这边 已经一半 解决了 我一半 都不用背的 Naru 就是尊敬语 Ninaru 就是尊敬语 所以 这个 我只要 念个几遍 我就会 记住了 所以 各位 有没有 发现到 音读 用語 尊敬语 用欧 就在 这个地方 所以 五难 Ninaru O やすみ Ninaru 同样是 单字 名词 但是 一个是 音读 所以 前面 用語 一个是 尊敬读 所以 前面 用欧 就这样 欧加尊敬读 語加 音读 这 一定要记 所以 好 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先跳过 所有的 其他的字 我们就 一个字 一个字 来记 所以 你看 我们再算一次 你剩下几个字 要背而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全部只有十一个字 后调下面四个字 只剩下七个字 要记 好 七个字 要记 怎么样记 先记 比较好记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 是什么 U U就是 魔使 千训语 为什么这个字 好记 我们在初级 我们学习过 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会讲 我姓廖 谦逊于客气的用法就是 我姓廖 所以 所以 这个字 也会变得 简单 好记 所以 我到底 要怎么样 记 希望各位 要慢慢 去了解 当你了解 这个部分 以后 你就知道 我可以 怎么样 运用 我怎么样 把它 记住 这个就是 不断 不断的 这样 去记忆 就可以了 了解了 好 再来 比较好记的 我们先记 好 再来 这个也一定要记 先记 他是 我去拜 你 这个就是 要记 的部分 一样 这个字 模式 我把音标出来 给各位 做参考 同样的道理 这个字 I can する 音读的字 这个是 我难 我难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 我休息 这个会了 就不要 好 这样再记住 这两个 这两个 比较好记 再来 阿武这个 很难记 剩下的 我们就从前面来记 第一个 一个 就是 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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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很难 不好背 但是 还是要记 为什么要记 因为 不规则里面 最难记的字之一 迈入 这个用这个 不好 这个会 变形 好 各位看 我用 红线 把它框起来 就 表示这个字 要背 好 一路 也一样 欧路 这个 也是一样 希望各位 背 没办法 这个 没有着力点 迈入 跟欧路 迁信 全部要背 再来 いただく 这个 也是一样 很难 它是 参入 很难的单字 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 十倍 然后 这个字 很简单 参入 很难 要记住 红字 红字 全部 要记 多念几次 就好 好 する 其实这个字 并不难 因为 我们学过 就是 一达 你说 老师 我们什么时候 学过 一达 就是 どうぞ よろしく 我 求 请你 请你多多指教 这个要记 没办法 他的 难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只能尽量 减少 倍的机会 所以 我才跟各位 讲 到最后 就一个字 一个字 来 来记 好 剩下 还有 阿武 这个就是 什么 花你的眼 花眼睛 这是特殊的 字 背 没有办法 所以 各位看 这边 真正要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三个 我也算进去 才八个 加上 下面四个 十二个而已 所以 其他 其实 他比较 简单 他应该 就是 我只要 这样记 就可以了 就这样 记住 这一个 就可以了 好 刚刚 我们 讲过 这个 只要 加一个 进语 五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两个的 差别 一样 只差了 一个 五 表示 尊敬而已 这个 稍微注意 这两个 就好 去 因为 否定 然后 一样 本来是 变成了 所以变成 一样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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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要记得 为什么 转 因为 一转等于 转 有没有看到 前面我们学过 一转的 谦逊 就是 转 所以 这个字 在这个地方 就不用 背了 所以 你看 这边 不是 一转 变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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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是不是打錯 哪一個 就是那個 五種字 那個應該是字還是詩 五種字 字 對對對 五種字 謝謝 對對對 這個打錯了 謝謝 好 所以這個地方 總共 三十個字這個部分 我要告訴各位 不要急著背 不要拿起來就拼命背拼命背 通通不要 你只要先記住 我剛剛講的這七個字之後 然後以後就拼命用 一直用一直用 去做對稱 慢慢的你就會發現到 他的關聯 有看到你就拿出來做對比 對比好了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不需要背的部分 不需要死背 這個部分 先跟各位講 靜於的部分 因為靜於太重要 太重要了 可以嗎 今天這樣講 各位要記得是 第一個 我先要記住 十五個例外的部分 十五個例外 為什麼不記不行 因為 你不記這個 你就不知道 哪些字不能用 公式 來 好 你說老師 我把這個什麼 食べる 變成 可不可以 對不起 不行 沒有 他一定要優先使用 不規則的 單字 他不能 拿來用什麼 不能拿來用 公式來套 這十五個字 全部不能套公式 要記得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老師 請說 您原來書本 220頁的地方 那個 尊敬語的部分 是打一個XX 就是沒有 那現在您這裡講的是 就是把它加一個語 這樣 對對對 可以 好的 謝謝 這只是用一個語 來代表 尊敬而已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個 我不希望同學 認為很重要 然後就拼命死背 不要 你要 你就用一個 比如說 我一天 只看一個兩個 或者是我在讀小說 或看到的時候 我查了字典發現 Mesiagaru 原來是Tabelu Nome的尊敬語 我就去想他的謙訊語是什麼 把這一張表格 拿出來 看一看 對照一下 你看到的這三個 這樣就好 一次只記三個 一次只記三個 一直用 你就會了 suru itasuna saru 就這樣 kurelu kudasaru neru o yasumi ni naru 這樣就好 閒著沒事 拿起來念一念 夠了 這個 比較重要是 不要死背 背了會忘 那你用 一直用 你就會用 嘗試去用它 也就是告訴各位 所以你現在學過這個表格 你在造句練習的時候 盡量用尊敬語跟謙虛語來 表示這樣的話就可以自然而然 記住他了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那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我們要去記住他 記住以後就ok了 比較重要是在這邊 而不要死背 用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你就會了 可以嗎 還沒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另外 還有一個動詞的東西 我也希望同學 讓同學了解一下 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牽涉到 避制動詞的問題 我只要記住 在日文裡面 避制動詞 我們講過 日文的動詞 最主要在分類上 有三個重點 很多課本都沒有講 但是我要讓各位知道 在日文的動詞裡面 你必須要學會這幾種分類 第一個就是 意志動詞 跟非意志動詞 一定要知道 什麼叫意志動詞 什麼叫非意志動詞 意志動詞 就是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可以控制他 我要不要做 我可以控制他 這個動作我要不要做 這個就是意志動詞 所以當你了解這個基本概念以後 以後你在使用的過程裡面 你就比較可以清楚的來判斷 這樣的變化 會不會有 他有規則跟限制 好 這個就是意志動詞跟非意志動詞 什麼叫做意志動詞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人力不能控制的就是非意志動詞 人力可以控制的就是意志動詞 好 我問各位跑步算意志動詞 還非意志動詞 你告訴我 跑步 意志動詞 對 跑步就是意志動詞 來我問你 下雨 意志動詞 還是非意志動詞 非意志動詞 非意志動詞 這個一定要會判斷 那個沒有必要 有些參考書 或是有些 老師 教學生是用自動他動來判斷 我覺得 那有風險 沒有必要 你只要怎麼樣 你只要記住 反正 我人力行為可以控制住的 就叫做意志 不能控制的就是非意志 這樣記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重點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分類就是自動發動 自動發動 我跟各位講過有幾個基本原則 各位也要學會 我們講過自動發動的判斷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疊為的一定是什麼 阿動詞 可以記哦 第二個 阿段 加路的字 一定是自動詞 那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以往我不喜歡學生去記這些單字的問題 但是我慢慢發現到 還是要某種程度的要求學生把這些重要的內容記住 同樣的道理 一段加路也是自動詞 而一段加路叫做什麼 抗一段動詞全部都是自動詞 我是不是就不用十倍了 再來第四個就是 馬路對 馬路的動詞 前面的馬路一定是自動詞 對 阿動詞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順便記起來 再來 馬路 這個基本上就是自動詞 當對的 使用的 基本上都是 阿動詞 就這樣 自動 阿動的分類 有這幾個重點 我希望各位也是一樣 慢慢記起來 你說老師這麼多要記的 我怎麼記得完 就是因為記不完 所以你要慢慢的記 不要急著一時把它全部講 記我們 不可能 我們只能 多看幾次 為什麼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些東西 我都不斷不斷的重複在重複 目的 目的只是希望各位透過重複的練習 說明 讓同學們把這些東西全部記住 當你慢慢能夠記住一次記不住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我一直講一直講 久而久之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自然就記住了 這個才是我希望的學習方法 我並不希望同學們失敗 這個部分就是我講的記憶方法 那最後一個就是瞬間動詞跟持續動詞 瞬間動詞持續動詞這個牽涉到 KR句型的運用 我跟各位講過瞬間加 瞬間動詞加TEL表示持續的狀態 持續動詞加TEL表示正在進行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 所以每一個動詞一出現 我就必須要知道什麼叫意志動詞 什麼非意志動詞 什麼是志動詞 什麼是他動詞 什麼是瞬間動詞 什麼是持續動詞 每一個單字一定有這三種組合 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跑步 我問同學 跑步是意志動詞 還是非意志動詞 同學告訴我 跑步 意志動詞 意志動詞 那我再問你 他是志動詞 還是他動詞 他是志動詞 再來 他是瞬間動詞 還是持續動詞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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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動詞 對 所以也就是告訴同學 你們以後要慢慢這樣練習 比如說Hashiru 你就要告訴自己 他是什麼 B字 他是自動 B字 B字 他動詞 他是持續 他動詞 各樣 同樣的道理 我問各位 食べる 這個動作 來 畢字動詞 還是非意志動詞 畢字 畢字 對 他是自動還是他動 自動 吃有沒有東西讓我吃 差動詞 對 有東西讓我吃 就是他動 對象 有對象物的話 一定是他動 阿貝魯是持續還是瞬間 持續動詞 對 就這樣 我都希望同學不斷去練習 我看到一個動作 我就分這三類不斷的去touch 不斷的去try 他到底是瞬間動詞還是持續動詞 他到底是意志動詞還是非意志 他到底是自動還是他動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我們在整個 單字的記憶的過程裡面到動時 當我卡住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拆解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我一旦能夠這樣拆解 這個就會破解開很多很多的日文的用法 因為他是互動的 所以當你了解到這些東西 你慢慢就可以看到日文不一樣的動詞 那種感覺 他會幫助你按斷所有動詞的用法 好 我剛剛講過 我們在講動詞變化的時候 現在牽涉到意志動詞的問題 我就把它處理在意志動詞 各位要記得日文變化裡面有五種變化 只有動詞才有 形容詞沒有 形容動詞沒有 名詞也沒有的變化 這幾種變化是什麼 第一個 第一個變化就是 十一形容詞 十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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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動詞才有 十一形的變化 五段動詞 用第一變化加什麼 セル 對不對 好 再來 上下段動詞 上下段動詞 遇入 加 させる 再來 咖辯 動詞 用 古 變成 好 加 させる 最後 最後 三變 變成了 三 加上 せる 所以 十一形就是 せる させる 的變化 這個變化有沒有問題 老師上下那個打錯了 上下段 對 對 謝謝 那個去嚕就是 サル 離開的意思 一樣 サル 這是一個動詞 跟猴子一樣 猴子 去了 那個サル 可以 這邊變化有沒有問題 反正你記住 尾音是セル 就是死意 要慢慢習慣 變化我可以不斷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讓同學到完全記住為止 好 再來 第二個變化 就是 被動 被動型 被動型 二位也要記住 他就是變成 レル レル 2 用 好 我們學過 你 斷動詞的變化是 一樣用第一變化加上 レル 好 再來 上下段動詞 上下段動詞 去嚕 加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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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誰 峰 我們 先ер 來 濕 咱 genres 这一些 你只要了解 看到delu 你就告诉自己 他是被动 我们学过被动又可以代表什么 等于什么东西 可能 对 还可以什么 自发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尊敬 尊敬 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 尊敬 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各位顺便记住 这个就是被动式 使义行 被动行 好 再来 各位要记得 第三个就是命令行 命令行 他的变化是不规则 这个一定要记住 所以各位看 五段动词 怎么变 就是用第四变化 就是用第四变化 附加字 好 再来 上下段动词 一样去入 一样去入 同样的 差变动词 特殊变化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杀变动词 变成 一 加 罗 罗 罗 好 各位看 这边不规则 一个不加字 一个加罗 一个加 一 对不对 最后一个还是加罗 两个加罗 所以 我们知道命令行 是完全不规则 再来 还有一个 是什么 可能行 可能行 也是不规则 两个都不规则 尤其可能行 更严重 好 我们讲过 五段动词 用 第一次变化 加上什么 罗 好 上下段动词 来一次去罗 加上什么 拉雷 好 差变 多 加上 拉雷 最后一个 差变 完全不一样 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就是 不规则变化 里面的 超级不规则 所以 这个地方 也是 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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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最后一个 叫做 异念行 异念行又规则了 变 呜 或 呜 所以 异念行 我们知道 五段动词 用 第五变化 加上 呜 上下段动词 还是 来一次去罗 加 呜 再来 哈变 多 加 呜 最后一个 差变 一 加 呜 好 这边 只要看到 五结尾 我们就知道 是 意念行 比较容易判断 又回归正直 各位要记得 好 意念行 也好 可能行 也好 命令行 也好 以及 被动行 跟实义行 拜托 各位 一定要把 这五个 变化 形态 记住 为什么要记住 这个就是 在告诉 我们 同学 一定要记住 牢牢记住 就是说 以上 五种 变化 可能 用在 意志 要特别 特别 注意 不是意志 动词 就没有 被动 实义 可能 还有 意念 命令 这五种 形态 所以 这个部分 希望 各位 全部 要记住 这五个 太重要了 这五个 变化 第一个 只有 动词 才有 第二个 只有 意志 动词 才有 以往 我比较少 讲到 这一块 但是 现在 整理过 以后 我都 希望 同学们 把这 五种 句型 全部 记住 你说老师 我实在 背不起来 慢慢来 一样 不用急 我告诉 各位的 就是说 我们 所有的 变化 我跟各位 讲过 我会 一而再 一而再 再而三的 重复 重复 再重复 重复到 大家 都记住了 为止 你只要 记住了 你就可以 慢慢的 慢慢的 去运用 他 不用 急于 一时 这个就是 我跟各位 讲的 希望 各位 慢慢的 去 记 要记 的东西 很多 所以 我才跟 各位 讲 不要 急 原因在 这个 地方 我只要记住 它是第一变化 被动 它是 第一变化 命令 可能 第四变化 意念 第五变化 所以 这五种变化 指在哪里出现 第一变化 第四变化 第五变化 这五种变化 都是我们不熟的变化 这五种变化 只能用在 意志动词 这一定要记 然后 里面在记的时候 有几个规则 你根本连记都不用记 就是上下段跟卡扁 你注意看 这几个变化 里面 上下段跟卡扁的变化 全部一模一样 去撸 ko 去撸 ko sailu sailu 对 你看 去撸 ko larelu 好 再来 命令型 还是去撸 有没有看到 ko 一样 我连记都不用记 再来 可能行 还是去撸 ko 有没有看到 最后一个 还是去撸 ko 全部都一样 所以各位要记得 上下段跟卡扁动词 在这五种变化里面 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字不一样 就是这个一 这个字不一样 与其他全部一样 牢牢记住 这边就是告诉各位 上下段等于卡扁的变化 两个完全一模一样 你只要这样记 你就会发现 很简单 好 最后要记住 为什么被动词 可以用在可能 因为可能行的上下段跟卡扁动词的变化 跟 被动词完全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 全部加 拉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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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下面 拉零 拉零 完全一模一样 可能行的变化 因为上下段跟卡扁的字尾 跟被动型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被动型才可以当可能行来用 原因就在这边 如果没有整理在一起 我们永远看不到 这几个变化 它的差异性跟相同性 这个就是我希望 各位慢慢的去体会的地方 不用急 慢慢记 我只是先把它整理给各位 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只讲一次 还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讲 这个我都希望各位了解就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这五种变化 有没有问题 慢慢记 你要很熟练 坦白跟各位讲 这些都是比较不常运用到的句型 但是你必须要慢慢熟练 要记到很熟很熟 就跟你记MAS型一样 K型 他型一样 你只要把它弄到跟MAS型一样熟 这几个变化 这几个变化 你都不会有问题 这几个变化 坦白 来讲 他使用的频率 并不高 但是 一旦用到 你如果变不出来 保证你卡死在那边 这就是希望各位慢慢去理解 慢慢去体会的变化种类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今天讲的 竞余的部分 那个都是变化的运用 以及 这只有意志动词 才可以使用的变化模式 我也希望各位要慢慢把它记起来 绝对不能忽略掉 这个就是我们讲日文的敬语 以及 动词分类方法的概念 希望各位慢慢去理解 可以吗 还没有问题 今天讲很多话 很多 要记得东西 更多 但是 不要慌 真的不要慌 不要贪多 也不要 认为 它很难 没有 没有 你慢慢去分解它 你就可以看到 更清楚的 日文 这些东西弄清楚了 你会看到 不一样的日文 我相信 你会更厘清 以前 你所不知道的架构 了解了以后 就好了 不用急 慢慢的来 要相信 你可以全部记住的 不用急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自动 打动 这些 全部都要把它记起来 一直动词 我们以前 比较少 谈到它 但是 现在 你必须 慢慢去接纳它 不容易 但是 我希望各位 要逐步 逐步的 提升自己 可以吗 老师 说 像 马鲁 马鲁跟 那个 美鲁的 两个 自动 踏动 我以前 有一个钱 我后来 用一个方式 对 怎样 有一个汽车 叫马子 哦 我就 就是 马自动 就是 马自动 就是 哦 好 好记 不错 对 那 其实 这个 马鲁 我的技法 是怎么记 我的技法 是 马鲁 如前面 是 马 第几段 阿段 有没有看到 阿段 等于自动 那另外 一个字 当然 就是 他动 就这样 这 方法 自己可以想 我都觉得 这是 这是 好方法 马自打 这 当然 是 是 对 这个就是 对的 这就是 我跟各位 讲 我们怎么样 去运用 这些技巧 来帮助 自己 能够记得 更快 更好 我为什么要 上个礼拜 再跟各位 讲一讲 助识 就是 我要尝试 那个方法 对同学 帮助 大不大 如果 大的话 我就打算 利用 今年这个暑假 好好地 把 所有的 所有的 助识 全部整理完毕 我打算 花个时间 认真 把它做完 这个就是 我讲的部分 我也希望 各位 有什么样的意见 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样的意见 都可以分享出来 像刚刚同学讲的 这个 马智 这一种 记忆棒 绝对是好的 因为 不会弄错 知道吗 可以吗 还没有什么 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最近 看了 一部日剧 推荐给同学们 做 很广 我觉得 尤其在 最近 因为 那个 幼儿园 那个 所谓的 未要的问题 虽然 还没有 理清楚 但是 我 感觉 这一种 所谓的 教育 良心 消失的问题 我觉得是 事态严重 所以 不小心 刚好 看到一部日剧 也就是在讲 一个老师 怎么样去 帮助学生 来变观念 找到 他们 真正的 价值的 影片 推荐 给 各位 看看 他那一部 日文名字叫做 你看 他用假定型 那个叫做 好像是 这个字 分成中文 叫做 定养 徒师 一部片子 推荐各位 很不错的片子 我很希望 让各位去 看一看 这个 我把钱下来 这个刚好 去 插在中间 这部片子 他在讲 一个音乐老师 他怎么样 走进 所谓的 学生的世界里面 然后 帮助 他们 找寻到 自己 所要的 东西 在 整个 人生过程 里面 他怎么样 找到 自己 这个前面 就是 原型是 那哦 后面这个 本来是 头头 形容词 形容词 去 调一 转为 西 表示 名词化 他转为 头 头 洗 是这样 来的 啊 变成 必是 变化 加 马 所以 啊 给 马 是这样 来的 所以 所有的 变化 我们 必须 慢慢的 去学习 当我不断的 看到新的 东西 出现的时候 我才能够 提升自己的 阅读能力 这些东西 你没有接触过 对不起 就是不会 不用怀疑 不管单字 也好 变化 也好 我们在整个 学习的过程 里面 必须要去 面对 他的 我希望 从这边 让各位 这部影片 里面 去看到 所有的 对话 每一个 字 每一个 字 那位 老师 不断的 在提醒 孩子们 应该 怎么样 找寻 人生的 方向 怎么样 坚决的 面对 所有的 挑战 跟 现在 台湾 所面临 这样的 对学生的 坦白讲 不应该做的行为 都跑出来 真的是 一个非常 要不得的 做法 人家讲 教育是 良心工作 如果你 连这一种 基本的 良知 都不见了 那真的是 危险的 警讯 如果政府 没有好好 处理 这个 我都觉得 太对不起 老百姓了 我们 怎么样 能够安安心心的 把我们的孩子 托付给别人 来带 这种 所产生的 恐惧 绝对 不是 一般 事件 所能够 比你 所以 我很希望 各位 一定要去 注意 这些现象 而这种 现象的 处置 拖泥 带水 真的是 不应该 人 当他失去 这种 良知的时候 是非常 可怕的 尤其 老师 值不值得 尊重 在 这么 一念 之间 你所处 的 环境 告诉 我们 人家讲 十年 树木 百年 树人 我们都知道 要陪 一个人 是很 困难 我们都知道 但是 你怎么样 秉持着 永远的 热忱 跟爱心 去照顾 所有的 学生 去看看 这部片子 你就可以 找到 那种 感觉 绝对 不能 轻忽 因为 教育 是 百年 打击 一旦 被摧毁掉 那是 很可怕的 事情 所以 我很希望 各位 慢慢去体会 回过头来 今天 所讲的 内容 我希望 各位 好好花 一点 时间 把它 全部 消化 这些东西 绝对 需要 时间 所以 我很 希望 各位 慢慢 去 注意到 我怎么样 把以前 所学过的 东西 慢慢 整合 在一起 运用 运用 出来 每一个 都不容易 学 我必须 一步 一步 踏踏实实的 去 留意 去注意 我才能够 把全部 整合在一起 我跟各位 讲过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不用 拘一 意识 慢慢的 你可以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法 我只能 我只能提醒各位 点醒各位 某些该注意的点 剩下 还是 必须要靠你自己努力 神灵 我可以帮助各位 读解 运用 只能靠你自己 多读 不要担心自己会读不懂 多读以后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具构 以及 不一样的转换 以及运用 这才是 我最热建 我希望同学们 互相刺激 互相的 抵律 互相成长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 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希望各位 看到新的 不一样的 内容 跟 变化的 灵活运用 当你能够这样 充分的去理解 每一种变化以后 你自然而然 就可以一封就全封了 不用担心 你会产生 什么样的疑虑 学习语言 就必须要有耐心 这样才能 掌握住 所有的 变化 只有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 经营 慢慢的 去揣摩 你会找到 属于你自己 学习的 道路出来 这个部分 我希望各位 慢慢的 去 运用 有任何问题 我都希望各位 能够随时提出来 我们 共同讨论 共同研究 还有我一直 提醒各位的 ZLibrary 那个要 上加运用 然后把 ZLibrary 抓到的东西 贴到 所谓的 宏读里面 APP 好好的去 帮助自己 解读 你只有自己 不断的去 详释 你才会进步得更快 我没有办法 每天 每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